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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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轮赛制将采用九职业KOF标准模式 但此轮会单独加入地精与猪如或冲包套牌 第四轮赛制将采用九职业KOF狂野模式 前四轮比赛一方必须全部击败对手的九个职业方能获胜 而到第五轮赛制升级 而到第五轮赛制升级 比赛将完全采用标准模式 九职业征服赛制 即一方必须使用九个职业都击败对手后 方能获得比赛的最终胜利 本次小组赛胜场拨准在前 如若胜场一样 按照局数的小分胜负比 如若再出现同分 可进入加赛 两个小组将分别选出前四名的选手 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赛事中 观众们 如是盛宴提将开始 你们准备好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众们 比赛的最新资讯 大家好 我是青天解说鬼鬼 大家好 我是福禄 那我们今天有两场比赛 第一场是由狗哥对阵太子 第二场是由6o对阵RDU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也同样是 久职业的狂野的KOF9 是的 昨天在昨天进行的比赛中 第一场是BRACE 5比9不敌Left Coach 第二场是张波7比9不敌爱律 昨天比赛也是跨天大战打到第二天 就是两个少生选手就在同一天打比赛了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小组积分 是A组这边爱律赢了三场 而且战居小组第一 然后之后是张波阿迪又洗手 然后B组的话是狗哥 现在是战居小组第一 然后之后是太子 轮头 杰森周 洛吉 瑞纳 这边爱律也是多打一场 对 而且他赢他就是现在唯一一个三胜的选手 应该是 是的 这个赛之中三胜已经确保出现了 然后看一下今天出场两位选手 这是狗哥 总胜率57.5% 然后萨玛的胜率是10胜2负 本来是1-1 不对 本来是1-2 然后打完K组变成了10-2吧 这个确实非常厉害 对 然后下一位选手是太子 是小德的胜率比较高 就7胜3负 然后总胜率有55.8% 双方胜率都是55%以上的 所以说这一场谁能赢下 也是比较关键 这边狗哥 支持率也差不多 两位选手其实都是中国选手中特别熟悉的选手 我们知道狗哥在去年的中美大实赛中 有来到中国打比赛 然后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然后包括太子也是两届中欧大实赛都来了中国 而且也是连续两届的嘉年华选手 我相信这些一场应该是强强对决 是比较好看的比赛 这样子 张伯恩你怎么评价这两位选手 一直觉得太子打得很好 但是好像最近的状态可能稍微有一点迷 就不如以前厉害了吧 就是感觉好像 毕竟他是从那种 就是有如此开始就一直都很厉害 到现在 可能就是对他的气氛过高了 然后有一些失误的话 就会觉得他好像就不如以前了 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前年的时候最期望值最高的就是克兰头 然后从去年开始其实一直都是对太子的期望值最高的 看一下两边的选手 这是个机械法对阵猎人 讲道理是我知道以前是机械法优势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机械法优势吧 就是没抓到克学家就很蠢 这个应该是一般就是一个冰就是一个一个镜像一个反制或者是双镜像这种 嗯应该是这样 这样的话机械法如果下回哥带来一个机械就很糊了就瞬间铺开了 下回哥最好是来一台收割机是最好的 对的 这边就我的牙齿好大呀 我的牙齿好大呀 这个这个怪现在就没什么用 这样的话还行还可以火冲一下 是可以选择把这个解掉的 因为那边硬币没有交过是有可能硬币迅速使用师的 呃是这样的就是想解但是 但是如果如果说我解了那我怎么打我是挂锅挂玻璃还是下两个机械 对如果要解的话应该就是下两个然后火冲解掉 然后如果不解的话就是挂上玻璃然后再上一个 不不我的意思是 不是玻璃就镜像我的意思是可以可以解了挂镜像就是二三三血和二血是没有区别的 对这倒是主要是少打了一点血嘛 对就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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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伤害 因为我觉得那两个我什么都能出这个镜像的话既然已经抓在手里了我又没有什么狂野女猎手的话 嗯就就挂一个镜像吧而且这个早挂成一个奥秘就是让对面在这个需要猜就是 因为因为这个你永远也要猜废除嘛那两个的话 嗯对有道理就不好应该是要破开来的这个还是要解开的 接法其实这样的话前期就比较大的优势场上多战两怪还多挂了一个奥秘 就挺问的对啊出事情了这是最烦的被弓砍掉了 嗯哎呦这个都丢了吧就你只能 那肯定就解约签了因为反正我也没刀了随便你动吧 嗯对他是都丢了或者是也可以上一个 嗯肯定会都丢了还是上去没道理只上一个的 对想想他有什么别的想法 因为点一下就是一嘛我多一个怪只是二呀 对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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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这个音效一上场还是蛮猛的 这边要挂毒神吗挂毒神应该是像科学家吧 嗯是这样的然后然后科学家死不掉就不能拉奥秘 对啊一你就爆炸了 哎那如果挂双奥秘是不是很强 哦但是科学就经常指导要破的还是要把科学家丢上去 他主要是你挂双奥秘的话 这两个奥秘也没什么互通性 其实我觉得解决的不是特别好 对 就是我觉得解决签比较好 这里就全打脸了 12加6 12加6是18 看他这主要要看他排库里有什么奥秘 如果他排库里是还有镜像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把这个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但是你换他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也会出一个奥秘 对 哎呦这两边两边一大堆奥秘 这个奥秘是很烦的 是的就我们在上帝视角 我觉得选手的视角 选手视角会特别麻烦 因为首先我如果我怕爆炸的话我就不能提脸 然后如果我要碰怪的话 哦如果如果我用二一先去碰怪 那就我我就先不考虑毒蛇的事情 就就就就就就如果是个冰冻我碰怪肯定是好的 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个冰冻 然后我撞了之后 然后又出来一个奥秘 那我要防第二个奥秘是不是冰冻 就会就会很麻烦这里 是的这里也是试了一下打脸没出发 挺勇敢的直接科学家装 哦哦不不不 因为因为因为这个呃被冻回来也能再下 对所以他就没有去防冰冻了 看看太子这边挂什么了 没有挂什么奥秘吧 哦打波等后会切给我们 是的这里如果是一个反制的话就没什么用 如果是镜像的话就还不错 哦应该会觉得对面是一个镜像 但是就算是镜像也应该给淤泥不应该给收割机吧 就像我我习惯上我也会就是我我会给别人淤泥啊 我觉得收割机比淤泥厉厉害就是进攻性方面的话 对 而且他还是一个机械 抓到了砰砰这样的话场攻是六点 嗯那而且这个这个冰冻还就就这个冷冻不要交比较好 但他他不知道对 但现在首先我觉得不会有两个毒蛇 然后不是冰冻不是爆炸 就是猎爆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最高 就猎爆不是狙击 但是猎爆的可能性肯定是比狙击要大的 因为一般都是双猎爆一狙击 对所以所以这个冰冻其实不是特别想交 因为交了冰冻爆一下怪可以 交冰冻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有暴子吸法我会赚到 然后如果有暴子吸法的话 我在下一个回合是就不赚不亏 然后下下一个回合开始我就会开始亏 嗯就是这个暴子四攻相当于是下回收割机能动 但是下下回合就相当于能再多一个什么东西 如果他这样的话就火虫点了就可以大火虫也可以 主要是我我觉得我觉得火虫打脸不好 我觉得就火虫点一下多好 因为我下回碰碰的话 八费我是就是我是有有有费用去打两个火球的 是的我也是觉得出去这点考虑 就八费可以打两个火球 所以就是这边就火虫一下就可以 而且就分割数有很多嘛 我也不不急着说下回合就一定要什么火虫还兵剑这样的 硬币再挂一个猎爆 但焦火球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因为火球拿着还是要打脸的牛不太可能去填快 是的 我护炒火了但是有碰碰的话 有碰碰的话应该还是 肯定是无脑碰碰 更想上碰碰的 我就先碰碰挂机吧 有碰碰把收割机撞开来吧 他要真的三一撞碰碰 有碰碰的话他也需要先拿这个二三月先来试一下 这样吧上个碰碰不要动吧 收割机因为是个机械 如果说我撞开来万一我到时候没机械了还比较不好 然后如果他不解收割机 那我只要保一个收割机 我能保证护出来的话就就就挺好了 基本上下回合能保证护出来配合火球 还是有大概率赢的 这场上有两个炸弹 我下回合就大概空空场 就哪怕下回合打不死 就就就也也还行 只要我场上有一个机械 嗯 凤收割机到手上什么都没了就不好了 这边还在想他主要是 还要考虑对面的奥秘是什么东西 太子的猜奥秘能力 挂挂机吧 挠挠头 挂机 抓到了冰洞 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解会好一点 他可以弓砍掉一个然后三个怪撞撞撞 然后挂冰洞的话配合手里的弓 好像应该可以解的只剩一个一个砰砰 你可以选择把砰砰解解掉 不是呀 因为收割机要两个攻击凭点 你只能 留 就就就就会留下两个 对 两个然后 但其实解的 其实把炸弹解掉 只能解炸弹和收割机也可以 但收割机毕竟是个机械嘛 这个时候就是上个不装的好处了 嗯 主要是你 就是 他这么解不知道怎么赢 因为 他只有死血了 只要法师随便 法师再抓到一个寒冰剑火球就可以赢了 嗯 那不解怎么赢呢 对啊 就是 血线压力太大了 这边 他可能还要考虑 嗯 这个 就是觉得打脸 就结场不知道怎么赢 就打脸了 打脸就是堵对面一点伤害都没有炸弹 还不能炸队 对 那那就 这边就直接赢了 先试一下冰洞 对 先拿炸弹创一下 然后收割机加炸弹 解掉这个 过了大师 然后砰砰踢脸就可以了 就随便撞了吧 也不需要最后极限伤害 就只要砰砰踢一下 只要打到脸就可以了 砰砰收割机嘛 都可以谁打谁打到脸 就连炸弹什么先撞都无所谓 要么就 那个稳一点炸弹不要动 就最稳的办法是炸弹不要动 就是防一手收割机出个乱七八糟的 就是炸弹不要死就好 对 要不然炸弹把收割机炸掉 对 然后出一个乱七八糟就翻车了 这是最稳的 你觉得狗哥这里就全打脸堵 没有伤害 我觉得 应该是对的 就是你结场的话 是 真的不知道怎么演 对 打完脸就是对面打不死我 也就一回合了 对其实也挺有可能的 交过一个火球 然后火球还并件都没有 也不能有四五四的话 就 就 就就就很有机会了 我觉得这是往赢上打 就一波露脸 嗯 那这样的话 狗哥哥太子也是进行到0比1 是 机械法 打机械法的优势派对局还蛮多的 就是比如说牧师 各种牧师 嗯 现在一直以来 我觉得牧师打机械法的话还不错 特别是这玩意有肉姜有恩泽 前期战场能力比较强 快来拿出一个牧师 终于见到了 好糊啊这个机械法 牧师一费没有肉姜上 然后被一个王师傅派上去 应该是先那个 约千吗 不不 就就上一个齿轮大师 下锅可能是硬币2加1 对 然后下锅再看 因为硬币跳 就硬币跳在以前版本就是 就是只有打骑士的时候 你可以硬币越前 因为因为因为骑士解不掉 包括现在版本也是一样的 打打其他职业的话 就尽量是 配合另一个二飞再三飞一起出去 会比较是的 比较保险 哎呦这样的话 抓到了一个户 还会 越前一潮潮 就是 就是 撞撞不撞 撞的话 截得很亏 还是要撞啊 你不解的话 人家下位和贴根泽什么的 就可以白吃你了 你还解不掉 那 他要 就提潮潮要两个 不过 不过还是解了吧 感觉 他这样就是不上潮潮了 上了 为什么不上 他下位和可以考虑别的 就是要么硬币户 要么上两个 是这样的 就是选择变多了 他是可以叉叉叉叉叉 上三个的 先上三个吧 就是先拉回那个的作用 是的 最大化的利用月前 这回合直接月前减了三分 来用 然后下哥哥配合自己的户 把这个三二八一过 哎呦 这这狗哥这个牧师要翻车 看吧 毕竟 我当炸弹打机器吧 其实 就就就 基本都是 要有恩泽的炸弹 他需要奥金一环才行 对 这套牌不一定带恩泽 不一定带环 呃 我觉得 应该会是一个环木吧 但可能也 也不一定 上关 这里必须要上关 看看这个 我不管用 换了圣盾 来吗 哦不需要来 这里就护一下看 哎火球的话 火球可能比护更稳一点 对更稳定 只要是你护完以后护的不好 然后把你的各种怪网上一创 然后就会吃AOE了 嗯 这里出什么怪也很关键 大法师 应该是卖月天的血量 然后送掉碎血 但是 哇收割剧好厉害 但但他卖这个 蜘蛛坦克的血量真的好吗 这样的话就是吃那个吃咒了 极恶之咒 对 嗯 我记得 我记得 就算孔小环木 也是带极恶之咒的 应该是带的 是一张比较好的AOE 没有抓到 大师 肚子好疼亚 好男生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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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以护 护完以后可以把三二送掉 三二送掉 对 选择火球也不无道理 只能说 是这样的 嗯 就是反正机械法打 打牧师又不是靠 不就是 打牧师的话是 这火球又不是靠火球来斩杀的 就是 战场凭推死 就是怕护护都不好 我觉得这种就是 就是 嗯不自行就是 而且护的话 其实是 就 会稍微吃一点 呃 神光炸弹吧 嗯他这里防了一射神光炸弹 这边 是 硬下女王还是炸一下 嗯 炸一下可以 解到两个 降七点厂攻 不 不 没有七点 就是 收尾机还能再出来 平均那两点的话 其实也就降五点厂攻 埋荡是降四点 对 但是 关键埋完你会发现 你炸弹 下后又只能炸一个三一 女王的话 女王又觉得 就是被动挨打又不好 三二八 像女王还是 但是讲道理 我觉得想上 就是对面双火球交过了 就你想翻场还是要上 还想上女王 对 你想翻场是要上女王的 就是 对面厂攻太高了 有十点 就厂上的怪就有十点 你上女王的话 但女王是这样的 你会被拜拜踢一轮 然后下回哥 就是下回哥这个女王 也不见得能发挥什么作用 对 那我觉得女王还是不好 这里可以 就护 然后 点一下就可以了 跟一下 跟上去吃了 吃了什么 也不亏 他可以拉高米兔拉 是不亏吧 他这边没直双了 只能靠战场赢 然后炸完就没有只有三面 出出出出出出出 就现在打的就比较无脑了 已经打到这这这个份上了 就是我这边就对对对看你了 就看下下面抓什么 三尔巴 对 这个三尔巴特别怕被拐走 他自己这个三尔巴特别特别怕被拐走 现在 这个应该是可以下的 下的话场面都没有 而且明摆这两个火球没了 还没见的话要点三尔巴 哇这里抽了个户特别好 现在没有火球了 这个已经是现在能出的 除了碰碰撞 我觉得最好的了 看一下这个着火了能打的怎么样 能不能过去这个三尔巴 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先丢这个 就就就我伤害分配肯定是够够分配的 剩下的 吼着火了 八选邦邦邦邦 还不错 对 能解一个三尔巴 对 但这样一个奥基尼心里好虚 有一个环的话 这个只能这个只能解 还来什么最厉害 如果有安东尼的话 那肯定是安东尼最厉害 直接拿火球 是 就是说如果有安东尼是最厉害的 然后 这个是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是的 镜像挂上吧 挂吧 你总不能一火一火双点死他吧 你挂镜像 就是在持续强场面中 你这个镜像还是很有意义的 嗯 没有时间了 哦 那从现在的手牌来看上面是解不掉场的 必须要抓环 必须有 必须要环 嗯 带了奥基尼肯定会带环 这看能不能抓得到了 有没有环 有环可以翻 没有 这样的话 灭了这个五四 然后奥基尼 然后点掉一个三二 场攻五点 场攻四点 配合火冲 嗯 可以那个 灭加 灭加埋 然后再创掉三二 灭加埋就是两点场攻 对 但总觉得埋一个 呃 三二八不赚的 但我觉得可以了 对啊 然后下回恩佐斯能拉点强出来 就是 恩佐斯能拉一个大师 拉一个三二八 对那基本就 就 哦好吧 场面也不见得稳 但这回还是埋加灭吧 对 然后 如果狗哥觉得对面是双 不这个防不了 防不了你是反制 这只能那么打 呃 就是你是反制大不了 我就好了 我不是我我实在想 三三有没有可能穿科学家 后来三三好像不太可能 肯定是撞场攻高的 对 或者寒冰剑可以赢 安东尼很强 哎呦 这个 这里就安东尼 好尴尬啊 他可能不敢丢 但是 就我们上帝思想觉得这里敢丢 但是 也不对啊 他可能会想我再拿到一个奥秘 拿到一个 一个 一个零件 然后直接刷一个火球 这样 这样也可以 太遥远了 直接丢吧 直接丢吧 主要是现在你还什么都没有 对面只剩两张手牌了 是 对面两个埋葬都用过了 这边解不掉安东尼 但是 但恩佐斯主要是 会拉出一个恩佐 有两个三二八那就 一个三二八就 我就其实不太扛得住 这个招 有没有法术 哎呀 他可以解掉一个三二八 然后出一个那个 一个二一一二一点掉 然后来一个火球 刷一个火球 但是 是这样就是 你解三二八拿两个武器 挺不开心的 他可以 对对对 因为解三二八会希望是 武器二二点一下 那我不能点了之后 拉二一就不能赢了 是的 他是一张二一都没出过 这个其实概率是可以赌的 是的 恩 对 一张二一都没有出过 哦 他好像没有 没有我们去 我不赌 反正也是能理解 因为他 还有一只给我呜呜呜呜呜的话 也完全可以靠场面踢死 有神 и 王阿姨 能倒王阿姨能倒出不少的 我感觉这个是不是可以先 撞二八 先解这个 这样的话王阿姨被被拐走好伤啊 然后这边就可以解掉 tech的我想 可以解个7788的 然后关键是你这个王阿姨要被 哎呦寒冰剑 哎呦发条注入 哎刚刚是不是其实点一下真的是错的 因为如果我两个撞然后 然后不出二一的话 我点一下脸下灰我还赢一手寒冰剑 但他可能想不到下一个场面会完全失控 就他觉得可能场面是有一点机会的 哎呦温佐斯好厉害本来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这三个墙怎么办 哎哎就就看喷喷的了 喷喷点脸吧 这里是不是要再 先撞掉先撞三二八 那肯定先撞呀我又不能提到脸 那肯定撞三二八 这两个炸但是他已经没有任何伤害了 双火球双还冰剑双没有了 双还冰剑都爆掉了 我没注意我以为就爆了一个 这样的话点脸吗还是点圣盾吧 点脸吧 我觉得这个场面你不一定解得干净啊 我七七八八什么的 嗯我不信我还是点脸吧 我觉得你解不干净我的话 我下回会有怪能踢到你的脸 嗯 持续战场 法师也不是很虚拟的 好强啊这个场面 你要是没有灭或者埋葬的话 解八六就要消耗两个 然后再解七七 然后剩下我还有炸弹和 去对决 其实战场的话法师还是 现在其实法师的场面是更强的 哦 嗯 他想炸他主打炸弹的话炸5 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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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回合可以曝光 就看这个场面了 看这个炸弹了 炸5 万军从中取敌将手机 这样的话牧师要去解的话还真不好解 但是他有墙 但是现在就是只看一手炸弹 对 他可以 解 两个小的也可以解一个大的 对 没他是可以把两个大都解掉 不能 52加1 哦他对 还有还有45加32 他是可以把两个大的都解掉 对 好吧 那我又看错了 但他这样的话就只剩一个墙 对 然后就留一个 如果点他的 哇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炸弹只要 不炸脸哪怕炸深的都没用了 对啊 就只有炸脸 只有 就一个炸弹飞向你的脸 太可怕了 两个炸弹炸了六血 捕了捕了一个火球 自己都不知道 你死掉的遗憾 那这样子的话太子是两分领先 这个牧师没有打过的话 他会拿出什么卡组来counter这个 不知道啊 机械法 其实counter的卡组还可以 就包括像奴隶战打 机械法也不是那么难的 然后动物园是比较优势的 但他这几把都还 就我觉得机械法如果你牵手的话 就一定要有一个王师傅战场 就会很厉害 是 我 我是那种法力龙版本的 我也是法力龙版本的 我觉得法力龙战场也挺舒服的 就法力龙可能威胁没有火药还那么大 但是好歹是个三血管 对 这法力龙版本就是衣飞怪多 多两个选择更多一点嘛 然后就存送门有梦想 那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其实是都可以 是我的话我可以下草草 然后把那个 是我的话 我也上草草把它撞开 对 破开的话就是 他下我和 因为你早晚要结场 而且你之后会有户的 打动物园还是要拼场 就是就是说 可能在户之前拼场面吧 户完如果强攻过高 可能就不管场面开始 我一波场面够了的话 开始一波打脸 嗯 就是跟猎 跟中苏猎打动物园有点类似 就是有一波打脸的机会 看能不能找到这波打脸 这边把力带焦了吧 哎呦这个 还是要上坦克 因为你下草草荷 这个没什么好弹的 嗯 嗯 对的 因为你下草荷荷 这里是要 然后快的话 就除非你考虑飞刀 然后你去解决策名 不然的话 应该是不会去解对面的场子 这个 解的太亏了 而且就他 这里是可以打出四点伤害的 这四点伤害是提到脸上吧 草草只有撞车名是有意义的 不对 撞车名但有负面的意义 对啊 撞另外两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嗯 狗哥这边如果三非不能抓到一个三二四的话 我觉得就很难打了 他也可以强行解掉机械 撞个爆破 这就是比较亏 好烦啊 心疼狗哥 他一费如果不跳那个小蜘蛛的话 他是太自信了 一费跳小蜘蛛 如果他是一二硬币四的话 对 就这个核他已经可以硬币爆四了 哦 然后吃一个那个也不厉害 但是哦 就就 这里应该会招两个力带吧 这机械都解掉 好拼啊 确实拼 但因为对面是四非的火车不得不防 这样的话就火冲一下就可以了 火冲 那个 撞个撞个火冲 然后再被人家爆个四 哇 大了 火冲碎血 就是 不好的地方就是下回又只能出一个 对 但还是火冲碎血吧 你这个怪还是有宝的意义的 本身是个三 三一 只要有怪山 就是能能能做一个三血的血 我这样是要换换掉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下回我可以二加三 对 我能打得满一些 是的 我觉得还是火冲碎血吧 哎呀 你这样多就是你多你的怪比碎血多了个加一加一 但你多卖了一个三一 但你多卖了一个三一 又怎么样都 我亏都觉得亏一些 狗哥要自信暴风了 他其实下空灵也可以 下空灵首先对面应该不会解你空灵 而且解你空灵你也不亏 对 然后如果空灵站住 我来自虚空 其实如果说我这是一个稳定三轨爆破一定会爆的 对 但这个就是你爆了二太崩了 对 二就直接崩 三四动 所以可以先上一个 这边就三加二吗 嗯 对 呃 就是如果 拼近一点是可以把它动住 我觉得可以动 可以动住 动住就是 哇 他可以用这个动住 那他是可以这回合动住 然后下回合再继续用 用这个动住的 没有什么 应该才是动住 因为 哦 他他他不动 你因为主要是你这个东西 如果你三四撞我的四四四四的话 感觉不空掉 然后你还有东西来补 对 爆啊 这你不爆破带爆破意义何在 爆谁呢 爆四四啊 哈哈哈哈 做我自信吗 对呀 表 哦 上头爆上头爆 最后爆的话 最后才爆 但是二王 这里就可以考虑 这里如果飞出来的不是二王就 就炸了 嗯 其实二王的话还是法师优势 对二王的话法师是可以解掉 法师 对一是可以解二是 大不了我动你和下回 再接 我觉得这已经 我觉得术士已经很难有机会了 对很难有机会了 二王毕竟屁股只有7 不过不过这个应该不会解 就是还是冰冻点一下下个 下下个蜘蛛坦克 冰冻点一下下蜘蛛坦克 就感觉是 我觉得这里护了就挺好的 护了也行吧 这个三个一你还不护 呃 但是我觉得我动住点一下 克冰家撞一下 然后 我我会有很高的场攻 然后 然后他这个又不能动的话 也可以 对啊 大不了就是阿古斯阿古斯 我觉得也能接受呀 真的感觉这个我不想交互 哦 他是防二王 所以先撞 对 那这样的话给你动住咯 嗯 对 不让你动 然后打脸 二王你也下不来 就戒了吧 对啊 把这个一戒 长弓照杀 Oh my god 你知道阿古斯吗 飞刀 飞刀小鬼手里没有用 这个机械法 机械法好强 好厉害 是 已经穿三了 主要是动员和黄牧 和牧师都没打赢 是啊 狗哥想到了那天他打 他打蓝筒的那种情况 过一会儿打一打怎么办 打着打着就发现自己没卡 没牌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两套算是 康特机械法的卡图 都走掉了之后 都就是优势比较大的牌子 还有什么能打 战士 战士战士是可以打的 努力战 对 佛祖琪 都能打 佛祖琪打机械法其实就那样 就那样 但我觉得还是佛祖琪小优一点 对 反正其实 就包括之前两个队局 我也不觉得是大优 机械法就这样 他也没有说打谁是大优 但是他也没有打谁 但是任何人打机械法 真的优势蛮大的 优势蛮大的 只要前击挺过去 但问题他前击就是挺不过去 对呀 只要你前面有个蛋 有个小蜘蛛什么的 一上一上 就跟你浪搞一搞 就跟你浪搞一搞 拿出了佛祖琪 这是机械法 我每次都好扶啊 先手这种机械法 先手永远都有往事 先手永远是一二 就不管先手先后手 反正我觉得每盒分用打满就可以了 很反挡刀 那也踢脸啊 这不可能 没办法 为了防挡刀我不踢脸的 踢吧 我觉得一定要踢的 不踢可不可以呢 不踢没什么好处呀 碎血去踢 然后然后碎血只有一血 二一的碎血 就也也不好呀 就哪哪 他告诉我就是个挡刀 我也我也不觉得说碎血 一反一我也没亏 没亏其实 就碎 对 吃乳一会换你一分也没亏 对 而且我碎血装完 变成一血的碎血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就一血碎血创的话 就变成吃风剑的场面 对啊 那我觉得我一定会撞的呀 这边会上飞刀呢 还是小蜘蛛呢 小蜘蛛吧 哦 动员 这个动员 还是小蜘蛛 哎 这里就其实 其实就随便跟你乱搞一搞 然后硬币都给佛祖 硬币佛祖就瞬间 蹦 可以硬币动员砍他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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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样很 就很奇怪 但我觉得是对的 也不是对的吧 但我第一反应也是这样打 嗯 这边看能不能拿一个机械站得住 嗯 这样的话下一个机械要被解光了 这样把把这个留到五飞一起打 嗯 有道理 这个就下一个科学家 然后 然后提连吧 嗯 他火冲加上一个一一二一二 火冲 火冲 是可以 就是在理论上站得住的 这个机械还是够多的 哦 对 这个 行吧 没什么问题 对 就是可能看起来很奇怪 但实际上应该是对的 然后就是有三点长弓 我有三三点的血 你只有两个 东西 但是上个小蜘蛛的话 其实你这个着火了 也就不能怎么样 因为你不能先破 再着火 那就小蜘蛛 增加浩身 只要站住了下一个 奥塔曼就可以了 对 夫妻齐这把还是比较好打 法师没有那种强分用的 我 我还是觉得上和上个科学家算了 这样的话收个机就好了 应该收个机了 增加浩身 这个增加浩身很没有用 增加浩身 我又觉得奥塔曼就有点心痛 对呀 各种亏 就是 哦 省凑了一个收割机 不然这边好难受的 其实这个 这里 我觉得是可以卖小蜘蛛血量的 这里你会不 这里会不会就是 直接打脸 户 还是解开收割机再户 解开收割机怎么户 就解开小蜘蛛户 或者是 解开小蜘蛛户吧 然后这个项分针也就留下了 就配合大法师了 他也太慢了 对呀 大法师配零件实在是太慢了 就只有配银藏有点用 在你得活到那个时候 配别的 就哪怕你活到那个时候配了也不厉害 就现在你用14费打了一个火球 对 但是你到9费的话 你就可以刷两个嘛 10费的时候再打两个火球 这个挺挺难 有两个零件的 对 就安东尼可能还是要靠 靠站 站得住才厉害 哦 有点亏 留了个一一比较亏 把这一一解掉就会好很多 这样场面上就可以被人直接换掉 飞刀 报告 挡刀 这样的话佛祖只有三个奥秘 不过也很强了 哦 只要佛祖前 就是场面是干净的就行 几个奥秘都都可以接受 对 这里要上飞刀的话 可以先收割机撞 然后先上飞刀 收割机撞一下 就那个卖脸吧 收割机解了 奥达曼 增强耗生 就是全解嘛 我觉得卖一下脸 我16血也是健康的血量 对 就卖脸吧 双火就还必先认了呀 没那么容易哦 这个 这个出的好了 好厉害 先先奥达曼再再看 哦 就卖脸解掉 然后奥达曼 先砍掉奥达曼的话 我把铁不干净 我撞了他吧 因为你这个挡刀 还是撞 把他破开了 这里就 以上打脸火冲 然后等会火球 就等火球了 不知道怎么会赢 连续抓火球 还没一件就赢了 主要是佛祖一上 场攻瞬间就提升太多了 对 基本上佛祖一上 两回合就人就没了 佛祖一上 场攻瞬间爆炸 甚至可能是一回合 一张牌能够带来的 场攻提升太多了 能提升 就有场面的情况 能提升十来间场攻 这还是 而且你还不能解的那个场 而且这个场面 是没法动的 他还在想什么 啊 佛祖祖好厉害 挡刀 他就是拉出来三个嘛 就看他在不在忏悔 在忏悔就拉出来三个 基本上真强或胜 也都是只带一个 救赎 救赎 不仇 是肯定带了 这里 佛祖啊 看是可以全手练的 好吧 全手练的话 不会 没有忏悔的 全手练的话 我就还没见死了 那那应该还是会解一点 就是放一个科学家吧 把三二解了 看一下这边能有多少伤害了 现在只有十四血 十四血 如果 而且我们知道他是没有挡刀 这两个是奥秘是名的 下伙就是极限伤害是九点吗 正常的方向 所以 所以就相当于九血之后 还有五五血 五血的话 就就说明还要再解一个 呃 狼外婆 是 三二创一下 但是他要我要 要想一想 他下他解了 二婆的话 下伙何能不能打死 嗯 厂攻是九家 厂攻是十五点 诶 全减 怂得要死 那 火球 火球火冲了 就下一张毒火球了 嗯 只赢一手这个吧 对呀 就火球火冲 然后双一眼还眼 有 可能是吃吃吃恶毁 另一个是 如果不是吃恶毁 两个关换掉 我不知道安诺尼能不能 让自己多一回合 但好像不能 就算下安诺尼应该下下回合还是死了 所以就只能火球火冲 火冲再火球 防一索一眼还眼 没有我修不好的东西 他如果解场的话 场攻是增加的 这个场面是不敢碰的 而且解场你不可能 就是你场面不可能再靠场面赢了呀 对呀 那伤害肯定是交到脸上 就火中火球吧 没有选择了这里 这边15点场攻直接一轮脸 反正怎么打下回合都打死了 被刀 哎呦这个大法师就 好鸡肋啊 真的是鸡肋 哪怕是蓬蓬这回合都蹦上去了 大法师的话就 什么叫哪怕是蓬蓬 蓬蓬很强的好吗 因为他还有火球火冲差一回头的机会 这里就5.6的机会神冲到一张火球 我宽野机械法师塞了火门进去 啊没有 因为实在是不喜欢安东尼这张牌 就从以前开始就一直不喜欢 就机械法带安东尼 是好慢呀 但以前主流都是带的 对 有梦想啊 这机械火大法师毕竟是一个梦想 我感觉那个梦想太遥远了 就只有安东尼隐藏特别厉害 配别的零件都不厉害 好吧成功 成功已经死了 太高了 但有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说机械法因为他前期很厉害嘛 就把对手抢到一定的血线之后 我后期如果有安东尼的话 其实我补一个火球就死了 但我还是这个感觉 就是我安东尼补一个火球 其实我是14飞打8 我14飞打8的话 我随便什么都 14飞打6 就是我安东尼加一个零件 我要8飞 我火球又要4飞 那12飞 12飞打一个6 那我我随便用一个什么法术都行啊 我宁可带火门 或者带个什么 有道理 我觉得火门还是很有道理 这样的话 狗哥也是终于把这个机械法 的意思了 是 还得是独流队路 最后还是佛祖旗更胜一筹 是 那道高一尺魔高一将 佛祖旗的话 太子这边 兵法呀 太子的兵法 没有法师了呀 对 什么是法师啊 那靠用完机械法 听说太子是信仰兵法 他也是一个老兵法 太子 可兰头这种都是 非常年迈的兵法 你要说什么克制佛祖旗 还真不知道 那真的 努力战吧可能就 努力战还好 就不算很克制 但是努力战现在斩杀二费了 其实也没觉得那么好打 没那么好打 但就是能打这个对决 对 或者他换了骑士跟他对冈也可以 这个 佛祖旗互相伤害 对 而且就是他知道对面没有忏悔 没有忏悔的话 然后我觉得压力也能小一点 对 有没有兵法了 真的伤 其实兵法打佛祖旗优势真的大 因为佛祖旗就场面就那些 场攻几点我就多少伤害 几乎就这样 就是额外伤害很少 就赞满那个是不可预计的 或者说 你用兵法来打散满的话 其实是优势 但是散满动不动 战个三四个怪 一波就配合手里什么东西 你二十一血就没了 是 佛祖旗是十天场攻 你看着他 他就撑死十四哦 然后就这样 不交冰环就不交金环 可以瘫 用散满 这种就比较尴尬 这样的话就魔像摇图腾 收个鸡收个鸡 这样的节奏 但是你二分的时候摇图腾就感觉很伤 嗯 就对于这种前期拼场面的时候 但这边其实好卡手啊 上面其实也卡手 而且这个 救赎没意义 对 好像除了招个报告 没有别的事做 就招报告吧 救赎好没有意义 不然 就有一个很傻的办法是撞了救赎 但人家还有妖术这种东西的 你收割机也不见得弄怎么样 撞了救赎然后保自己收割机 但这个太明显了你告诉别人是救赎 然后别人把你药输掉 然后救赎一个青蛙 又或者说别人就不管你收割机 其实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太子是本身占收割机他就不解了 这样的一个人 他直接挂了救赎 就这个救赎给我的感觉就 很没什么用 就是送了吗 对 那这里先招一个图腾 太子的视角还觉得你想打刀呢 这样就是摇图腾 嘲讽或者治疗都非常的舒服 还是感觉治疗这里 嗯 嘲讽也一样嘛 你上次会 来晚了这个机器 确实来晚了 延续两个收割机 讲道理奉献是不想交的 这个奉献交的有点亏 很难交奉献吧 这里 就是收割机跟护盾机器人咯 对 奉献的好处是万一对面卡手没随从 然后我下午拍个收割机就很爽 就是但是对面有收割机就没办法了 硬币奉献 奉献的好处是赞门 就是赞门可能一般不会带很多的私费 就算收割机有的情况下 也不见得会买边收割机 对 然后如果 太子就很爽了 赌对面卡手的话 下过压个收割机 收割机下回合收割机加上刀 然后两个收割机疯狂提脸 虽然我也觉得奉献挺傻的 但是也有点道理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我也想奉献 因为在狗哥的视角的话 他他是不知道太子 四费两个怪 这两个收割机好厉害 这两个收割机根本不会管你 我两个收割机不可能解你的场的 我就去打你的脸让你想 这边可以再出收割机 收割机提刀吧 削法提刀感觉不转 削法提刀解收割机的话 而且是主动解收割机 对 但是是吧 提刀解收割机只有出一个二三二攻以下的 你收割机能白吃掉 然后你才可以 不如收割机提刀砍掉好了 然后收割机疯狂蝉脸 而且他收割机主动转我的话 下回合我还可以上一个 应该是双方都不会转了 对啊 这这个我你两个收割机 我一个收割机去解你一个收割机 就是杯水车机 就去到砍一刀砍了 那对面如果不撞更好 我下回合上一个法伤 就解了收割机 对啊 我就把你收割机解了 那下回合是淤泥了 其实这个刀下回合 还是只能发挥一攻的 就是淤泥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他能帮助收割机 就是在这个方面最厉害的一点 这一个鱼你挡多少伤害啊 讲道理我不想解 收割机然后加一档刀 然后还要自己卖了三血 然后还要再拿一个四弓来解你 缩法电疗这里 缩法电疗直接全解 对 可以 如果留 嗯 嗯 出了个没用的 上536吧这个 嗯 给我下路536 对 而且骑士 不见得能解到536了 而且就算是他佛祖什么的 我也算是可以接受 我这个怪比较厉害 536倒不是说 占住了我下回合能发挥什么 就本身他身材 六血就是比蓝龙好 就 你上蓝龙就会被收割机撞掉 对 然后狼魂觉得也挺傻的 感觉算了 就就就 就雷廷亚勇士 挺好的 再蓝龙的话 哦 不可能蓝龙的 嗯 好吧 这也蓝龙吧 其实536我觉得又没什么用 我为什么不占个536先呢 然后有没有没牌了再用吧 飞刀放人 飞刀先上呀哥 先上飞刀放人 可以飞四刀 然后还能再补一下 不是他这个 这么打的话是不是不准备上飞刀 那我也想飞刀 为什么上三步呢 哎呦 哪个收割机好没有用啊这一下 哪点还有点用 嗯 536要做疼 反正我觉得536就是卖的 对 他飞大动员可能是觉得随便来给 我就崩了 只有赛步的话看起来 就还好一点 哎不错 这样的话 那全解吧 就是全解了 然后还能保 保我一个雷霆压 雷霆压 还有一个零五 可以回血 然后对面如果扑的话 我这边有AOE 其实讲真的 到狂野模式 这些卡组的优劣式对局 我还真的 哎呦打脸了 就就 就这么不想解 就这么不想 不想破开收割机 对啊 打脸 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 飞刀放人 这里吃闪电风暴 血崩 他这里是先撞 还是先飞呢 应该先撞好一点 对 然后自由发挥 彪彪彪彪 飞的 看圣盾人能飞中其中一个 哎呦这个 陆军砖 军砖好差 他可能会解 那个法强 没有用啊 因为你场 你这个场面 有没有法强 都一样啊 是这样 就是 一个雷霆压吧 讲道理 讲道理 我觉得 解解法强吧 就 大宣物的话 算了 反正有大宣物 都疯了吗 哎 还拿了一下天师 这样天师创一下圣盾 然后 再上一个天师 一把电 劈了啪啦 对 叮叮叮 叮叮 既然要电的话 我就 就留一下天师吧 就是 天师提脸吧 这里 就不管你了 天师 闪电风暴 狼魂 闪电剑 提脸 你有平等风险 咱们再见下一把 没有的话 也是下一把 对 有道理 走样了 不然就是 狼魂应该也没有理由不打 狼魂闪电 all in 狼魂的话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我场面已经够了 我不需要狼魂 我这边缺乏闪电剑打脸 狼魂 就是万一你有平等 没有平等风险 我一定赢 有平等风险的话 我下回后再狼魂 我至少还有东西 还有 就是不教狼魂 就是 我觉得不教狼魂 狼魂闪电剑的话我已经是场面足够大了 就也可以不教 我打5的闪电剑你都不打 4 不是就是 因为学军人还能再打1嘛 对 现在一个打5的闪电剑 先要送光吧 结束了 结束了 我说一插就随便一撞 把收割机破开 满足一下好奇心 看出什么 收割机有可能坑死这些东西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是自己的收割机 这样的话是4比1 嗯 太子还是比较干净利多的取得比较大的优势 而且我感觉狗哥那边上了蛮多比较强的职业 嗯 是啊 华木动物园佛祖奇奥秘烈 嗯 我们看一下太子这边只顺势了一个法师 嗯 取得4比1的领先 那我们前面5局也结束了 目前也是太子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4比1 那就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精彩比赛到二回来 11月12日至12月4日